记者彭建李苗栗报道,张姓男子驾驶连接车,遭到警方拦查,他没有赞运棒单,被要求到附近地棒站过棒。 但张楠送货赶时间,表示无法配合,结果远景记错,告知张楠若拒棒将罚1万元。 张楠权横轻重后拒棒,结果事后收到9万元罚单,他不服提出申诉。 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认为,远景告知错误的罚款金额,已足以影响张楠是否拒绝失策的判断,裁定处分撤销。 判决出指出,去年12月6日11点半左右,张楠驾驶连接车行经苗栗县通宵镇台一线124.5公里处,被巡逻远景发现在运货物明显过重,行车缓慢。 远景上前拦查,请张楠出事载运棒单,但张楠回说没有棒单,远景即表示附近5公里内设有地棒站,请张楠配合过棒。 张楠运送货物赶时间,向远景表示无法配合,远景当场告知,若巨棒将被罚1万元。 张楠衡量在运货物契约超过实现衍生的违约金,高于远景告知的巨棒1万元罚款,选择巨棒,远景当场开单拒发张楠在运钢金巨棒违规。 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,巨棒罚还以修正从1万元提高至9万元,去年7月1日施行,张楠收到监理所寄送的9万元罚单,认为本元景框了,愤而提出行政诉讼。 监理所人员称,张楠当时并非空车,本应依规定配合指挥过棒,经远警告知巨棒的相关规定后,张楠仍选择巨棒,确实已经构成不服从交通勤务警察指挥过棒的违规,且裁罚金额是依法裁决,不会因为远景告知而更改法定的罚款金额, 但法官当庭勘验远景对话光碟,得知远景不知巨棒罚还以从1万元提高至9万元,认为蓝查远景净错误告知修法前的罚1万元,导致张楠误认法律效果,已足以影响张楠是否拒绝失策的判断,而采取错误的因应方式选择拒绝过棒,此才罚有为称实信用原则,应语撤销。